崇光西魏两个里 举办北欧剑走活动 于崇光活动中心前广场登场 吸引220名崇光及西魏里民共襄盛举 并一同参与剑走活动 这次剑走活动主要是 市代表坦澜分锁发动 他现在极力推行北欧市 拿剑走杖剑走 在他的解说下 梁里里民拿起剑走杖 学习全新的剑走方式 拐杖有什么缺点 我们把重心压在一个手跟一个脚上面 这支脚跟这支手就比较不赢 就是肌无力 这支脚因为常常用力 所以这只手跟脚膝盖越来越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蔡凯宗医师 他就把北欧市 这个是北欧啦 这很流行北欧市剑走 把它改成我们台湾人适合的 叫做日式剑走 两支平衡感 当你这用途的 就是要听比拿那个有用 你把70%的力量集中在你的手上 待会要走下去 不是用脚在走 是用手在走 我们比四支脚会比较轻松 对吧 四支脚一定比两支脚比较轻松 走啊 不要同手同脚哦 自然走 但是把你的力量放在手上 不是他摆脚在走 不是用摆脚 是用摆脚带着你的脚 用摆脚 但是这个就可以去做 活动现场 秋高气爽的季节 是最适合见走的日子 适量的运动可以疏解工作 科业上的压力 还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 主办单位鼓励乡亲 有机会要多多运动 保持良好体魄 你的故事写本小说 我的天魔多 紧张可高了 你要双口乔路边 呼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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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盆湖运动人口比例相当高 全国数一数二 运动风气兴盛 乡亲参与各项运动 活动相当踊跃 这场两个例联合健走 活动是首次 未来他们也会不定时举办健走活动 利用这健走账 走出健康走出快乐 记者陈荣誉报导